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5年4月2日星期四 欢迎您收看纽交所美股报道 我是赵冰晶 由于明天是Good Friday 耶稣售奈日美股休市 今天就是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了 我们来回顾一下本周的美股走势 周一受到中国地产政策 和美国四家公司并购的利好消息推动 美股是跳空高开一路高涨 周二是3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美元是再度地走高 引发了投资人的口慌 美联储的一位鹰派官员 是强烈表示 联储可能在6月份加息 导致周二的倒指暴跌了200点 整个3月美股收跌 周三是愚人节 受到ADP私营就业数据不加的影响 美股是淘气地在低段游走 低开低走 不过域名注册商GoDaddy交易代码为GDDY 在纽交所上市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股价上市 即飙升了30% 周四美股也是小幅的高开 最高的涨幅将近100点 随后是有所回落 盘中震荡 全周道指上涨0.29% 标准普通白指数上涨0.3% 纳指基本持平 截止收盘 今天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上涨了65.06点 到17763.24点 涨回0.37% 标准普通白指数上涨了7.27点 报2066.96点 涨回0.35% 纳斯达克 综合指数上涨了6.71点 报4886.94点 涨回0.14% 今天纽约证券 交易所的交易量为7亿股 纳斯达克交易所的交易量为14.6亿股 交易量颇为清淡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济数据方面 上周首次申请失业金的人数 是创下了9周以来的新低 好于市场的预期 令市场对于明天的非农聚业数据 是保持乐观 将会在明天公布的非农聚业报告 是本周的重头戏 非农聚业的好坏是关系到 美国当前经济的真实发展水平 也会影响到美联储的加息日程 不过明天股市休市 投资人只有等到下周一 才能消化这一份数据了 美元指数今天的小幅下滑 也是利好股市 在2015年的前三个月 美元是几乎变成了绿巨人 一路上涨 关于美元上涨 对于美国上市公司的影响 以及上市公司要如何面对 我们也做了一期专题 请您关注我们的特别报道 再来关注一下 今天下跌的油价方面 在伊朗核谈判告一段落之后 投资人对于中东的原油供给 似乎又没有那么担心了 今天纽约原油期货是下跌了 2.48% 爆煤桶48.85美元 布伦特原油下跌了 3.94% 爆煤桶54.85美元 油价的下跌是导致 2月份油气填设备的订单 大幅的下滑 想必能源企业的未来 仍旧是一人担忧 板块方面 今天走强的板块是 消费者必需品 能源 金融和电信板块 走弱的板块是 医药 原材料和科技板块 美国木材零售商Lumber Liquidators 交易代码为LL 发布了2014年一季度的销售额数据 显示公司的总营收 是高于分析师的预期 但是值得关注的是 Lumber Liquidators 3月份的销售额 是明显的疲软 原因是公司陷入了CBS 60分钟节目报道 木板当中含有假权的丑闻 昨天美国环境保护署 是发布了间接支持 Lumber Liquidators的文章 促使LL的股价暴涨了7% 目前LL的问题地板 已经在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进行了有毒成分测试 预计将会为LL未来的股价 带来很大的影响 今天该公司的股价是上涨了0.91% 报美股33美元 再来看一则关于 特斯拉电动汽车的消息 交易代码为TSLA 瑞士银行在研究报告当中指出 欧洲订单是大幅的上升 非常可能会使得 特斯拉汽车的出货量 超出季报的预期 分析师说 特斯拉电动汽车的全轮驾驶功能 吸引了北欧的客户 分析师对于特斯拉 是保持着跑赢大盘的评级 并且是给出了290美元的目标股价 今天特斯拉的股价上涨了1.92% 报美股191美元 美光科技交易代码为MU 发布了业绩展望 预计第三财技的总营收 不及分析师的预期 分析师也下调了 美光科技的目标股价至30美元 今天该公司的股价下跌了0.77% 机构Argus Research表示 Sandisk公司交易代码为SNDK 是标普500成分股当中 表现最差的个股之一 该机构虽然是维持Sandisk买入评级 但是是将该股的目标股价 从60美元下调至50美元 今天Sandisk股价下跌了0.68% 最后来看一下中概股方面 500彩票网交易代码为WBAI 今天暴涨了17% 原因是盘前有消息称 中国官方正在为重新开启 互联网彩票的在线投注业务 做准备 某大型彩票网站的内部人士 是说网络受采 经过全面检查之后 将会重新开启窗口 这让行业当中 唯一两家有着在线注册许可的 公司之一的500彩票网收益 好了 以上的就是今天的美股报道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周末愉快